金星的佛山演出又遭取消 大剧院10月29日宣布了这一消息 并承诺全额退票 之前金星还亲自转发了宣传 大剧院说这是经过多方沟通和慎重考虑的决定 演出取消可不是小事 得考虑舞台 人员 观众等多方面因素 门票都卖出去了 现在取消 观众肯定失望 听说是因为金星广州战被抵制后 佛山市民也打电话反对他来演出 有个叫孤独牧蝉的博主之前就吐槽过金星 说金星网报处长太过分 虽然金星删了帖子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博主的粉丝还在抵制金星 现在不仅佛山 上海和苏州的网友也在准备抵制 金星12月要在苏州和上海演出 上海的票最贵 高达833元 有人觉得抵制金星太过分 毕竟他删了帖子 但也有人觉得金星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删了动态 但又发了心的 看来 金星如果不能反思自己的言行 理解公众的愤怒 他的演出之路可能会很坎坷 对此 你怎么看呢